歡迎回到現場 來看到稍後十點半 今天立法院全新開議 就要選出今天的龍頭之爭 不過在這之前九點半 所有的新科立委一百一十三位要進行宣誓 現場最新的狀況 我們連線給記者周凱來告訴大家 周凱請說 好主播今天是立法院新國會的報導日 而從今天一早八點開始 就已經有非常多的立委 他們陸續走上了立法院的紅地毯 也就是大家所稱的星光大道 並且也完成了報導 而在稍早的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韓國瑜 他走上紅地毯的時候 其實人氣是相當的高 因為馬上就被大批的媒體觸擁 甚至排在韓國瑜前一位的高金樹梅 他的親友團 看到了韓國瑜來到了現場 還高喊總統 叫他選總統 而現在所有的立委 他們現在完成報導之後 都已經陸續的進到立法院的議場裡頭了 因為接下來九點三十分的時候 就會正式的進行立法委員的宣誓就職 到時候所有第十一屆的一百一十三名新科立委 就會在立法院的議場內進行宣誓 那接下來到了十點二十分的時候 所有的立委就移駕到議場的外頭來進行大合照 而現在在這個空閒的時間 所有的立委他們就像是見到好久不見的老朋友一樣 就像是學校的開學日一樣 大家見到彼此是彼此的開心的拍照 然後一起的聊天 而在稍早的時候呢 韓國瑜也和所有的國民黨的立委 大家一起拍大合照 而現在呢立法院呢 現在也正議事人員也正式的宣布了 要求所有的一百一十三名的立委就座 因為等一下呢就要進行的是立法委員的宣誓就職的儀式 如果有最新的狀況 我們將隨時的為您掌握 好我們謝謝周凱剛剛看到呢 在立法院的大院裡頭 現在紛紛在這個宣誓 那麼接下來最重點呢 一宣誓成為了新科立委 國會爭霸 要看看龍頭藍綠白 到底誰的提名候選人能夠勝選 不過在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呢 我們請來了專家來幫我們帶來這場大選呢 來看看門道 我們首先來歡迎呢 這是師大的政治學教授 范世平老師 范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接下來要來問這個范老師 就是說國會爭霸 大家很知道嗎 就是可能第一輪 因為大家都不過半 第二輪你認為呢 這所謂民眾黨 如果接下來不投票 可能會有變數嗎 以及藍綠真的有可能 現在進出黨紀 還可能會跑票嗎 這當中我們要觀察的重點是什麼 的確 就是說這一次呢 這個兩黨 包含國民黨跟這個民進黨 都看票看得很近 因為呢 我們知道動輒一票兩票 可能就影響整個翻盤 那當然第一輪選舉要過半 過半目前來講並不容易 我覺得雖然國民黨現在比民進黨多了一起 但是要過半 可能還需要就是民眾黨的支持 或者是其他在野黨兩票的支持 但是看起來目前第一個 民眾黨已經說他們要團進團出 而且他們要投的是黃珊珊 所以說我認為第一輪要過半的機率並不高 那現在就要看第二輪了 那目前來講呢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在民眾黨 因為藍綠都已經設下了非常嚴謹的黨紀 以及就是要量票 包括民進黨也強調就是要票票入櫃 國民黨也強調不能不能有跑票的情況 但是據了解在投票之前 有四票是國民黨可能有可能跑票 可能是因為他個人的因素 或他對韓國瑜並不滿意 或者有其他的等等 所以說這四票就很關鍵了 那另外就是兩席的無黨籍 包含像高清素媒等等 那這兩票國外界都認為應該是 這個國民黨是探囊取物 是沒有問題 但是據了解這兩票這兩天國民黨聯繫上 好像也不是那麼順遂 這兩票是不是真的能夠投入韓國瑜 跟這個江啟成的這個票箱 我覺得還必須要看 那民進黨當然也釋出非常 這個嚴密的這個黨紀 那如果有任何 有這個沒有投到民進黨的 游錡坤的這個票的話 可能就會遭到這個撤銷黨籍 或者其他的處分 所以我覺得兩邊都非常的緊繃 那關鍵就在看 反而今天看的不是第一輪 而是第二輪 范老師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藍綠現在都已經寄出了假洞 而且要有黨紀 就是說藍綠如果最後五十一票 五十二票票票入軌之後 那關鍵的這個民眾黨 為什麼被這個柯建民給炮轟說 他根本就是假保送 也就是說你提名了 這個所謂的黃珊珊 柯文哲的說法是說 我不跟你藍綠被綁架 我要我自己的新勢力 但他說當時我們藍綠候選人 都有去拜會 你根本假動作 你提個黃珊珊 認為不會當選 是在保送韓國瑜 這個部分你怎麼看柯建民的這段話 沒有錯 因為今天提了黃珊珊 就等於說在第一輪要過半不容易 國民黨現在是五十二席 加上兩席不分區 加上兩席的這個五黨籍 那剛剛我也提到 五黨籍最近這兩天的聯繫力不順遂 就算兩個聯繫上那也是五十四票 那我們要五十七票才能夠過半 肯定就是說要從民眾黨拉出三票 那目前來講民眾黨也是這個 非常的強調 一票都不能少 八票不可能離開 所以現在看的反而是第二階段 對 不過半 因為目前第一階段是要絕對多數 就是要完全過半 就是要達到五十七票 第二階段是要相對多數 只要贏一票就可以了 所以說如果到第二階段 民進黨的五十一席 可能從這個 這個其他的這個看到沒有黨派的兩票 兩席當中拿到一席或兩席 或者有沒有可能從民眾黨的八席裡面 拿到幾席 那可能就翻轉了 所以為什麼昨天晚上賴清德 這個副總統他特別強調 他希望的是在第二階段的投票 就是說第一階段要過半的確是困難 第二階段希望民眾黨 站在大是大非的前提之下 投向關鍵的一票 范老師你講到很關鍵 說說第二階段 民眾黨居然是這麼樣一個關鍵的角色 但是為什麼現在喊出我第二輪我不投票 他們從這個才剛當選的一月這個十四號 十五號立刻大動作 巴西全開跟柯文哲 馬上要看我們的這個國會的新的這個戰術 結果現在你第二輪不投票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有可能再翻轉嗎 民進黨也說了 即使在投票的最後一刻 他們不會放棄 最後這民眾黨有可能鬆動嗎 以及你怎麼看 從勝選的第一天 這巴西就這個大動作 在立法院聲量好高 結果你第二輪這個投票 你要完全放棄 這樣子對得起他們的選民嗎 你怎麼看民眾黨這次的動作 第一個 柯文哲這次選總統的slogan叫做 義務反顧拼一次 我說這一次 有關立法院院長的選舉 是義務反顧耍一次 為什麼耍一次 把籃力都耍了嗎 但還記得上禮拜五 柯文哲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哇 那個媒體很多 但是柯文哲講說 我們要針對國民黨推薦的韓國瑜 以及民進黨所推薦的游錫坤 我們要面試 所以我們看到禮拜一的時候 進行的面試 一個國民黨是早上 民主黨是下午 然後隔天 民主黨開了記者會 說我們隔天 就禮拜三 我們要宣布我們投誰 那昨天我們也看到了 的確他們也開了記者會 說他們要投資黃珊珊 然後第二階段不投票 然後到今天為止 每天都有戲 每天都有梗 我不需要講了 柯文哲厲害在哪裡 他可以操作媒體 今天民眾黨就有八席 可是他在網路上 在媒體上的聲勢 我覺得真的已經超過八十席 所以說他可以把他玩到淋漓盡致 以小博大 這個可以說是空手套白狼 明明是無本生意 這樣搞得全臺灣都在關注這八席 你不得不佩服柯文哲 他在操作媒體跟輿論 跟聲量上的能力 那的確今天我們就要看了 第一階段民眾黨說 我們就投黃珊珊 但是第二階段 他們說他們不投票 真的不投嗎 我覺得目前沒有人 可以打包票 但還記得嗎 柯文哲他的總統的登記的時候 他的副手吳馨寧的時候 是最後一天去中選會登記的時候 才確定 怎樣都可以變 怎樣都可以變 所以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沒有所謂的原則 只有他什麼時候能夠發揮最大的效力 他可以把他的聲量達到一個無限大 把他的邊際效應極大化 我覺得是柯文哲所想的 所以大家不要認為說 柯文哲說我們這時候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不投 我不認為是如此 等到他第一階段沒過之後 我認為民眾黨 他們會思考下一個要投誰 而昨天晚上賴清德特別提到 希望民眾黨選對的人 走對的路 因為我們知道 韓國瑜跟柯錫坤相較 柯錫坤他的從政的經歷非常完整 當過宜蘭縣的縣長 當過行政院院長 也當過立法院院長 在他過去擔任立法院院長的 這麼多年以來 可以說是非常的公正的 在主持議事 那也沒有偏頗任何政黨 特別對一些小政黨 包含像時代力量 包含像民眾黨 他都極力所能的來維護 他們的權益 是 范老師 待會我們要繼續跟您請教 不過現在最新現場 你知道倒數可能不到一個小時 立法院馬上要進行投票了 我們來看看目前幾位候選人 以及宣示的現場 我們連線給記者周凱 有明天將就行 還是在我身邊